美国被刺导致韩国俄罗斯战机出口印度尼西亚项目受损 也给中国替了醒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妞 印度国防部长在美国本土专门参观了F-15战机的生产线 根据美美的报道 印尼已经和美国达成采购24架F-15EX战斗机的备忘录 看来其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制的先进战斗机 按照美美的报道 美国卖给印尼的F-15EX战斗机的单价 达到了令人诈射的3至4亿美元 简直堪称天价 而印尼在武器装备的采购上 历来是西方和俄制武器军客 两边都不得罪 比如说印尼空军采购了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 阵风战斗机 美国的F-16战斗机外 也采购了俄罗斯的苏-27和苏-30战斗机 甚至还有韩国的T-50高级教练机 最早印尼空军看上的是俄罗斯的苏-35战斗机 并且和俄罗斯签订了11架苏-35战斗机的相关合同 俄罗斯也表示可以以物换物的方式换购苏-35战斗机 苏-35单价仅在8000多万美元左右 对于印尼来说也是非常划算的一笔交易 而且鉴于印尼空军已经有了侧位系战斗机 那么购买最先进的苏-35也能很快上手 对于印尼空军的寻求来说 苏-35也是一款不错的斯带半重陷阱 不过对于印尼采购俄罗斯战斗机一时 美国最为反对 处于在亚太战略布局的考量 美国竭力避免印尼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关系 美国的企图是再加强与印尼的双边关系 为其孤立中国战略 再拉来一个重量级的域内国家 而且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 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 包括对于俄罗斯的武器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印尼执意要采购苏-35战斗 将会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连带制裁 对于印尼来说 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而美国则给出印尼选择 要求印尼订购西方国家战斗 因此无奈之下 印尼只能掏钱 采购了法国的阵锋 又支巨资采购美国的F-15EX战机 美国背后开刀的方式 可以说是完全的趁火打劫 此外 被美国背后捅刀的还有韩国 因为此前印尼实际上也加入到了 韩国主导的KF-21隐形战斗机项目当中 韩国想找人分担隐形战机的研发成本 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研发先进战斗机也是一个烧钱的事情 但是韩国和印尼的合作并不顺利 根据约定 韩国政府出资60% 韩国KAI公司和印尼各出资20% 约合1.7万亿韩元 但是印尼方面缴纳的费用 甚至连5000亿韩元都没有达到 被韩媒认为是白嫖运行级项目 对此韩国方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 包括允许印尼可以以货物的方式 定下合同总额30%的资金 但到现在印尼在KF-21隐形战机的项目欠款总数 也有6亿美元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 印尼又购买美国的24架F-15EX 这一下子又是几十亿美元出去了 以印尼的军费预算和国家经济实力而言 对于后续KF-21隐形战机的补款 肯定是不可能了 对此韩国敢怒不敢言 有韩媒分析 因为印尼能够获得更好的F-15EX战斗金 自然对于KF-21项目态度较为消极 实际上通过印尼一系列消极的举动 已经放弃了KF-21项目 将来采购韩国KF-21战机的合同 也只怕是废止一张了 当然F-15EX战机虽然十分昂贵 但是对于印尼空军来说 这款战机吸引力远超什么KF-21 F-15EX被美媒誉为是F-15最先进的升级版 比什么日本和韩国的F-15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和歼16一样 都是地球最强的四代半重型多用途战机 性能大幅度领先韩国的KF-21和苏-35这样的四代半战机 可以说F-15EX是世界上目前最强的常规战斗机之一 美国空军对于F-15EX采购价也高达2亿美元以上 为此美国国防部还不得不被迫学写F-35的采购订单 主要订购F-15EX 总而言之 F-15EX强大的作战性能 让印尼军方是十分满意的 不过这事也给中国替了个醒 既然美国动不动使用制裁大棒阻碍别国出口武器 这招迟早用在中国身上 而且美国也在亚太地区拉拢域内国家 以更好的孤立和对抗中国 对此我们不得不防啊 职位